Joyce最近疫情稳定了 幼稚園、中小学和补习学校 在5月24日起 都可以全面恢复半入面秀课堂 同学可以复课一定很开心 但记住要时刻戴口罩和保持双手清洁 和不要在学校进行 同学如果身体不舒服 就不要上学了 就算精壮轻微 都要尽快看医生 学校也要继续严格执行防疫措施 包括保持适当社交距离和体温 保持校园清洁卫生 但控制疫情要靠打疫苗才有效 最近三个儿童相关的医学院和学会都指出 长时间停课可能令儿童有心理社交问题 成年人打疫苗除了保护自己和家里的小朋友外 也是确保学校全面复课 令儿童回复正常活动的最有效方法 为了我们的下一代 不要犹豫 快点预约打疫苗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